許小欣現在看起來 儼然成為這個國民黨的戰神 但是我認為他是女版柯文哲 女版柯文哲怎麼講 就是他們兩個都非常在意聲量 他樂此不疲 你為什麼覺得他樂此不疲 因為你看他這幾天 就是很多人就出了事之後 會比較低調 可是他沒有 你看他從電視 然後一直到廣播 晚上還繼續上網路 然後自己再開直播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這種 對這種議題他是樂此不疲 巴不得所有聲量 就他身上做祕歡 做祕歡之後 果然聲量又上來 所以你看許小欣 嘗到甜頭 他知道說就算他對廢洪泰 這種私心裂肺 也許對他的形象不一定好 可是至少他的聲量是起來的 就是去撲倒在傅崑奇的這個懷裡 這個連國民黨都看不下去 你看得下去嗎 之前講人家是病毒 結果你現在還撲倒在病毒的懷裡 那第二個 現在是益生菌好不好 益生菌 傅崑奇變益生菌了 身體有異 那時候展現祕歡的個性出來 怕誰都不怕 誰不怕 弟不怕 他許小欣這輩子沒有怕 這個字 我跟妳講 在他的人生字典裡面 他根據人黨殺人 佛黨殺佛 我跟你講他從頭到尾沒有聽過 我們的話 殺到底 六零後 我認為這三個都有資格選市長 王侯威 許小欣跟羅志強 這三個比較有機會 許小欣的機會還最大 你分析到這邊 我們都崩潰了 趕快搬離台北市 你現在在幫許小欣轉移焦點 不是轉移焦點 我覺得你在轉移焦點 我覺得神大老師給他一個建議啦 他也沒有真的讚美他 但是我必須講 就是說許小欣現在看起來 儼然成為國民黨的戰神 但是我認為他是女版科文哲 女版科文哲怎麼講 就是他們兩個都非常在意聲量 那我們剛剛講說許小欣開那麼多戰場 有些戰場是他自己主動開的嘛 包括就是說這個兵役問題 是他自己主動講的 還有什麼他的這個姐夫 什麼開槍這件事情 也是他自己主動講的嘛 那有些事情是別人幫他開 可是他也樂於去應戰 譬如說什麼時尚 時尚穿搭 可是重點不是時尚穿搭 是你財產申報 你的路勒你有沒有申報這件事情 那還有剛剛講到那個小吃店 兩萬塊要不要申報 就是他的戰場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可是我覺得他媽媽一聽到他講說 他們一天賺兩萬 他媽媽應該當中的婚禱 真的 真的 你哪壺不開皮哪壺 我就可以想像他媽媽的心情 對啊 因為我主皮買要來找錢 所以你看他的這個戰 而且他樂此不皮 你為什麼覺得他樂此不皮 因為你看他這幾天 就是很多人就出了事之後 會比較低調 可是他沒有 你看他從電視 然後一直到廣播 晚上還繼續上網路 然後自己在開直播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這種 對這種議題 他是樂此不皮 巴不得所有聲量就在他身上 所以我說他就像是 這個女版的柯文哲 就只擔心沒有聲量 那這件事情也不是我們說 這件事情是沈大佬 剛剛你講說沈大佬 就是說他那個危機處理 沈大佬我覺得會說 因為他常常跟他同臺 他有觀察過這個小女生 那他就自己講說 有一次 比如說那時候 這個他跟廢洪泰 在那個立委初選對決的時候 不是私心裂肺嗎 然後心肺大戰嗎 然後什麼 那個廢洪泰 去市場的時候 他還去賭廢洪泰 然後還跌倒在路上 還在那邊哭 有沒有大喊這樣子 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話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他們那個黨內的鬥爭 已經大家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沈大佬有一次說 他跟他同臺 廣事理下的時候 還跟他講說 小溪你不要這樣 他覺得有時候這樣就夠了 他說就說不要做 做人不要太超過 那徐小溪 後來他觀察徐小溪 徐小溪後來就跟他講說 他那時候確實有聽他的話 可是那時候聽他的話的時候 聲量就下去了 所以後來他又不聽他的話了 然後就還是做祕歡 做祕歡之後 果然聲量就上來 所以你看徐小溪 藏到甜頭 他知道說 就算他對廢洪泰 這種私心裂肺 也許對他的形象不一定好 可是至少他的聲量是起來的 你看而且如果現在按照這樣的結果 他後來立委打敗了廢洪泰 他立委當選了 他是不是會使誰滋味 他就會知道說 對我空戰就是這樣 很多人不喜歡我 但是沒關係 那個只要這個藍營支持者喜歡他 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說 難怪他現在就是說 看到這個議題 像他覺得綠營在打他 他就非常高興 所以他就一直 高興的 他高興 所以你看他一直在應接這個戰場 他繼續讓藍軍喜歡他 所以你覺得他目前為止危機處理到底 及不及格 當然我不 我跟你講這不是我們講的 這個是國民黨朋友講的 就覺得他危機處理是不及格的 包括就有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他這個 就是去撲倒在傅崑奇的這個懷裡 這個連國民黨都看不下去 你看得下去嗎 之前講人家是病毒 結果你現在還撲倒在病毒的懷裡 那第二個 現在是醫生菌好不好 醫生菌 不管你變醫生菌了 病毒變細菌 那第二個他就是出了事 就說老公事案就離婚 這些有些女生是看不下去 就覺得你怎麼好像大難來死 你就直接切割 那這個大家是看不下去 那另外就是說 他這個講話的這個部分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他其實危機處理 並不及格 好 鍾小平先生 以國民黨前輩的姿態 對於這位晚輩 政治明星 你說其實他是很多新生代 想要從政國民黨的典範 偶像 偶像 現在還是嗎 徐曉昕 我們這批老屁股 他大概跟我最好 他是屏東客家人 家裡開早餐 所以他從小就是人定勝天 他的願望就是要當臺北市議員 一下也就當到了 他 他有兩個人是他的恩人 這輩子 他的師父叫英偉 英偉的師父叫金甫聰 金甫聰是屍主 到現在他跟馬英九沒有那麼好 對金甫聰還是很尊敬 我想徐曉昕 他跟客家人比起來 客家人比較節儉 他很大氣 很大方 我舉個例子 有一次大概六年前的時候 不是黨內初選嗎 他被提名了嘛 那分那個責任你從中山新議區 然後我不要就孤雲其名 那每個人就很多人就修理他 老的 反正都希望不要責任你啊 因為新人又要責任你 能夠確保當選 對 對 然後吵啊 鬧啊 哭啊 哇 結果他又給人家錄音 還公布給記者 弄了軒然大火 就那時候展現密歡的個性出來 怕誰都不怕 天不怕地不怕 他 徐曉昕這輩子沒有怕這個字 我跟你講 在他的人生字典裡面 好 然後呢 人他的個性 外號叫 叫做密歡 他個人黨殺人 佛黨殺佛 然後初選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什麼跌倒 剛剛小玉講跌倒 我們我們就勸他說 尤書會勸他說 黨內是不是要殺成這樣 黨內初選 對不對 什麼弄到私心裂肺 搞了戰版面 我跟你講他從頭到尾沒有聽過我們的話 殺到底 而且他說 問他為什麼繼續要能夠這樣 佔負面的聲量 他怎麼講 他說只要我退去 我團隊就垮掉了 他的策略還是選贏 所以人黨殺人 佛黨殺佛 費鴻泰不管是人還是佛都會掛掉 而且是那時候我們笑說 小蜜 小蜜歡咬死的大費費 他是現任的 你知道他怎麼贏的 我跟你講內幕給你聽 在你節目 那費鴻泰 民調一開始都維持贏兩趴 然後黨員 費鴻泰也不夠認真 沒有去補交黨費幹嘛 那可是有黃副興壓著 我覺得這個就過關了 因為民調我贏 黨員我也贏嘛 那他後勤總司令的黃副興是誰 秦桐秦 費鴻泰 秦桐支持他 然後我也不曉得有沒有公車這個事 就是那報紙出來說 那網路出來 秦桐秦桐動三臺公車 再120個黃副興的這個老伯伯去投票 這投下去 我跟你講費鴻泰就贏了嘛 那然後那個小蜜歡就輸了 那所以我一公布以後 我跟你講不僅沒有那三臺公車 秦桐秦桐還不敢動黃副興 那整個風向都轉變 投出來 因為黃副興會贏很多 地方黨不過打到平手也合理對不對 那後來他也找到黃副興的關係 他找到這個基隆 現在現任基隆的副主委 也是全部的黃副興聯誼會 二十二縣市的召集人 這個人找到關係 那也幫他動黃副興 也不至於一敗塗地 好 那這三車沒動以後 那黃副興跟那個黃副興 他就贏一點點 那整個黨部下來 地方加黃副興 我跟你講還贏一票 投出來一票贏一票 贏一票就看民調了 七十八民調 一公布出來 他民調從輸兩趴 變贏兩趴 怎麼樣 那徐曉星的後徐曉星時代 跟後蔣萬時代 我們分析一下 蔣萬如果連任成功的話 有三個人是很有機會 能夠選市長 徐曉星本來排序第一嘛 現在我看新聞時間怎麼走 第一個羅志強還有王鴻薇 這三個機會大嘛 他們三個要選台北市長 六年後 我認為這三個都有資格選市長 你說誰 王鴻薇 徐曉星跟羅志強 這三個比較有機會嘛 你預測後蔣萬時代好不好 是這樣子嗎 民進黨可以趕快準備人選 王毅川 我認為這三個都是有機會的 徐曉星的機會還最大 我的天啊 那我們來觀察一下 我們來觀察一下 這個整個的消息 你飛去到這邊 我們都崩潰了 趕快搬離台北市 你現在在幫徐曉星轉移焦點 不是轉移焦點 我覺得你在轉移焦點 我認為這三個 對我志向要選市長 那鍾小平呢 我不會 我不會去選市長